其實都在大陸生活過超過一年的時間 其實學到的東西真是不少 最重要的東西其實是有一個 Open Mindset 去嘗試接立不同的東西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綠優攻略 Hello 建登 你好 嘉嘉 你好 建德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你現在的工作 我現在就在 匯豐銀行中國深圳分行的 工商金融企業部入面任職 主要跟一些客戶談 如何合作 了解他們的金融服務需求 以及分析他們的財務狀況 要在內地工作 要跟同事相處 有沒有甚麼困難的地方呢? 其實我都覺得我挺幸運 一些同事都對我挺友善 他們都很願意教我這個新仔 令到我可以有機會 好像一個海綿那樣 不斷去吸收他們教給我的 一些不同的知識和經驗 現在因為我處理的大部分業務 都包含了整個大灣區 當然都包括中港兩地 所以我也有很多時間 其實要跟中港兩地的同事 去合作交流 作為兩地同事之間的橋樑 亦都令到我明白甚麼叫設身處地 站在他們的角度想 跟他們做一些協調溝通 懂得逆地而處的確是溝通的重點來的 當初你為甚麼會選擇加入這間公司呢? 我學士和碩士其實都是因為商學院出身 所以投身銀行業 其實都是大部分我們作為金融專業學生 會想的其實是一條路向 當我畢業的時候 剛巧得那麼巧 機緣巧合之下 政府都做了一個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出來 我覺得是一個挺好的機會 讓我可以將我之前在南京撒雜的一些 exposure 在大灣區運用出來 當然都很幸運 被匯公共機構 我其中一間最大的跨國銀行 選中了 亦令到我可以有機會 在他們的大中華區的業務裏 可以累積到一些經驗 在內地生活了一段時間 有甚麼得著可以帶回香港呢? 其實都在大陸生活了超過一年的時間 其實學到的東西真的不少 最重要的東西 其實是有一個 open 的 mindset 去嘗試接觸不同的東西 不同的地方 固自然有不同的文化風情 當我們繼續做自己的同事 跟身邊的人和私人去溝通 固自然會學到他們值得一些我們去學習的東西 多些跟不同的人去交流學習 會發掘到更多的相機 這些都是我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學到的東西 都希望可以將這些東西帶回香港 學意之用 以開放的心去接納不同的文化 這一點真是很值得大家學習 今天就跟健德講著這麼多 如果大家對於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有興趣的話 就要繼續關注計劃的最新消息